七十六 太陽報 國泰超賣機位兩女轟店大喜客 2015年7月20日港民A02本報信國泰在超賣機位 兩女乘客被迫研誤七小時 兩名內地女乘客 早於多月前在內地旅行社購買 由香港到美國的國泰航班機票 為作神到機場辦理登機手續時 職員多次要求他們等下先 安排一下 遲遲未准登機 直至飛機起飛前約半小時 職員突然告知他們因機位超賣 他們需改搭下501班航班 令兩人行程延誤近七小時 他們炮轟國泰職員的態度惡劣 令他們同感無奈徬徨 兩人都憤然 以後再也不會坐國泰 其中氣爆女生更形容國泰店大喜客 他受賠償銷委會投訴18歲聖陽女生早前報讀了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商科管理暑期課程 早於數月前在深圳一間旅行社以約8000元人民幣 買了一張作神九時許編號 CX830航班的機票 本月初收到電子機票 該航班由國泰航空、智利航空和美國航空共享代碼 作神7時10分 他抵達機場辦理登機手續時 職員兩度通知他要延遲辦理手續 至早上8時50分 此被告知 因航空公司超賣機位無法登機 楊女對於無德非大感不滿 白白在機場外等7小時 更令他原本在紐約康牌的交通大失預算 武斥事件完全接受不到 而且國泰職員態度惡劣 一直不告知他為何無法登機 也逼他乘搭下一班航班或接受賠償 未有商量的餘地 他形容國泰市店大欺客 期間 他欲向職員撒取延誤行程的證明 但職員聲稱由於昨日是週末 未有員工安排和跟進 令他大感無奈和徬徨 他拒絕接受國泰的賠償 會到消委會投訴和徵詢律師意見追討損失 同樣買了CX830航班機票 從事教育工作的高女士 上月於內地一間旅行社買機票 打算到哥倫比亞大學開會 為他在飛機起飛前2小時 機場辦理登機手續 職員增止保證你能走 他亦強調自己因開會不可遲到 為最後無法上機 被安排改乘客5的航班 國泰發言人指 該航班因與訂機位 並於當日到達機場辦理登機手續的乘客人數 超如航班可供的座位數目 小部分乘客需乘搭下一班於同日下午起飛的航班 該航班共有275名乘客 國泰就事件表示深切協議 並稱機場職員已即時向受影響乘客解釋情況 被問及作為乘客應如何保障自己 國泰強調航空公司為避免因旅客臨時未能搭乘原定航班而浪費機位 並讓有需要的旅客預訂座位 一般都接受超雅預訂 由于是非要理解釋 貨品 貨品 有類似使用